我们现在很多酒店是完全倒闭 倒闭 倒闭哦 之前他们还有说一个月啊 我们只给半薪啦 但是过了那半薪的一个月 完全入不敷出 所以到最后就倒闭了 然后我知道有一些导游朋友 新时代的他们跟 Grad food 有结合 甚至是自己做 delivery 我觉得都有在赚钱啊 赚不赚到多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他们都努力的活下去 你敢说我敢播 欢迎收看冰冰有礼 我是马来西亚南台重冰宴 在我身边的就是明星导游温佳伦 大家好我是佳伦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看这个冰冰有礼的话 冰冰有礼是一个访谈性的节目 不定时更新 那我希望透过这个节目 可以介绍一些我非常欣赏 非常有才华的嘉宾 是 那我佳伦为什么会认识呢 因为我们之前是前同事 对 在一个网络电台 然后那时候我是你背后的男人 真的 我必须要感谢你 就是想当年多多照顾我 就是当年我就是他的幕后摄影师 就帮他拍摄了很多的这些运动型的节目 真的 然后今天终于有机会跟你一起出现在幕前 是的 也谢谢就是冰宴邀请我上来 就是可以谈一下自己的心路路程这样子 是 其实我觉得我们某程度上我们两个是有小小像的 嗯 除了我们两个都是人很好以外 哈哈哈哈哈哈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都是斜杠 你之前也曾经在这个电影公司对不对 对没错 然后也在唱片公司待过 嗯哼 然后呢又在广播电台 对 又在广播电台 然后其实种种行业 其实我都横跨着媒体业 然后还有近三四年我都在旅游业 嗯 那基本上还有一些主持 就是以商业主持或者婚礼主持为主 这样子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就是 疫情之下 对 胖马旅游业何去何从嘛 这样子我们今天就专注在你这个明星导游的这个身份 OK我知道你很多才多艺 哈哈哈哈 那我们今天会专注在他这个明星导游的这个身份 先谈谈就是你为什么会加入这个 留业吧 之前我在所谓的媒体业 因为我之前做过电台DJ 而且横跨蛮多电台的 OK 电台通常我会视为它是一个output 就是将我本身知道的东西 然后说给别人听 就是分享自己生活 以分享为主 但是我找不到吸收的方向 或者一个方法 所以我才想说 那我要从哪边去吸收 难道去 像我有一些同学就想说 那你考个MBA啊 然后你就可以 可以什么从事商业 我就对商业好像没有什么兴趣 那倒不如 那了解多一点马来西亚 那时候就有朋友 就告诉我说 哎你可以去上一下导游课 导游课并不是教你怎么卖东西 而是让你更懂马来西亚 我就觉得很好啊 那无论日后我是要做媒体业也好 或者从事主持人也好 我更懂我 就生我育我的这片土地哦 我就觉得他怎样对我都有好处 所以我就去上了导游课 这样子你做了这个行业 够有没有让你发现到马来西亚 不一样的地方 有 有真的 上了导游课带了团 我才知道马来西亚有很多 很特别的景点 什么第一个冲测马桶在哪里啊 这个真的不懂 然后最有钱的操场在哪里啊 哪边比较可爱的 哪哪些有什么传说的 我会特别爱这种故事 我觉得沙拉月也是大家忽略很久的 因为他很多的天然烟洞 甚至有一个 我跟你说 沙拉月是国际知名的 我们有个音乐饗宴 叫做热带雨林音乐晚宴这样子 他可能是三天两夜的 综合全世界的原住民 演奏自己的乐章 演奏自己的民俗乐器 我觉得那个 哇你看我自己讲到我自己脊皮疙瘩 本来2020年是大马旅游宴 然后我国就是前首相 这是前首相 阿滴就曾经有讲过 就是他想要透过今年 赚到1000亿令吉的旅游收入 但是呢 这个是新冠肺炎大爆发呢 政府宣布在3月18号宣布奉国 对 同时也意味着我们的旅游年就cancel 真的 这样子当下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你有什么感想 其实在还没有这个消息之前 我们已经感受到了那个 那个寒风 那个寒风 因为其实 去年的时候其实已经有爆发了 真的真的 因为我做了导游过后 以我的个性 我是比较喜欢以广东话来带团 所以我带的是香港或者澳门团比较多 然后通常哦 圣诞节 然后新年 是我们很pick很pick 可能我们是一个月里面要带五团 那一种五团 你看五天四夜 我整个月没有得休息 但是今年呢 可能整个新年 都已经开始冷淡了 对我们只有一团 中国爆发 然后就导致了香港台湾 澳门那一边 他们相对的政策就会一起封 一封 那我们也会封啊 我们也怕你过来 你们也封 真的 我们也封了 然后我们就可能新年只带一团 哦 好可怜哦 真的很可怜 本来是搭旺季来的 结果就自带一团 所以其实三月十八号之前 我已经休息了一个月 然后三月十八号一到 宣布了过后 我们就只好这样咯 其实那时候已经没有太大感觉 因为已经猜到 接下来肯定会封过 对对对 这样子你有没有目睹到一些 旅游公司真的是撑不住啊 有啊 倒不掉啊 因为其实我们 呃 旅游业通常都是以团为主的 OK 旅行社最大的输出是什么呢 可能是巴士 很多很大型的旅行社 他他不想再外包巴士了 他他想要自己省一些钱 那倒不如自己出巴士 然后跟银行借钱 然后每个月供咯 是同样东西 像我本身相熟的几个旅行社 他们可能本身有五十台巴士 然后其中有三十台还在供 嗯 你算你算好了 一台他还在供三千好了 还有三十台 他一个月要供多少啊 你知道吗 然后我知道很多旅行社已经去折中 然后一台一台的卖出去 来来缓和一下自己的金钱流动 其实他不只是造成旅游业本身 还包括就是旅游景点周围的 宣布商家都影响了 是真的 对 餐饮业也是有影响 可能有一些餐饮业 他本来就只按游客 那他就完蛋 对 我知道很多专做团餐的 因为他一直以来没有做好准备 对 有一些餐厅就是专门接待游客 因为他要快啊 所以他他可能一下子请七个厨师 帮我们煮那么多道菜出来 一个巴士很多 对 然后他他没有应付好堂食 对 已经没有堂食了 更何况他没有做delivery 对 MCO一来 然后整个世界就是 环绕着delivery啊 外带啊 原料供应啊 他们完全没有生意 对 这样子你有没有 真的是看到身边的同行是真的是完全放弃 或者是倒闭然后转 有啊 其实你们很难想象到哦 现在我们很多的酒店业好了 因为酒店也是旅游嘛 酒店业至少我认识很多manager 他未必是malaysian哦 他是中国的朋友 因为其实很需要中文的人才 所以中国人对回中国旅行社的时候 他们会有更好的沟通 这一些基本上哦 我认识七位至少有六位已经回中国了 所以这个已经是 就完全没有了 然后整地呢 我比较想知道 本地的 就有没有一些真的是 就很惨 就是完全没有东西 我相信如果你有留意着我们本地的酒店业的新闻哦 我们现在很多酒店是完全倒闭 倒闭 倒闭哦 之前他们还有说一个月啊 我们只给半薪啦 但是过了那半薪的一个月 完全入不敷出 就是一 就是这样子 所以到最后就倒闭了 我是上网有看到一些新闻说 有一些本地的旅游业者转行啊 转行 卖海鲜啊 真的有有有很多 因为其实导游或者领队他们在带传的过程中有将自己的口才训练到还不错 然后看到人他们也不会太过确肠啊还是怎样 所以到最后他们可能会转型卖海鲜 而且用直播的形式 嗯 然后用那种 啊来来来来来买那种就比较刮躁的形式 但是他有他自己的市场的 因为他很有气氛 然后我知道有一些导游朋友 有新时代的他们跟 Grab food 有结合 甚至是自己做 delivery 我觉得都都有在赚钱啊 赚不赚到多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他们都努力的活下去 这样子 但是国外就有开始流行这个虚拟旅游吗 你本身能接受虚拟旅游吗 虚拟旅游其实是有点难做的 因为到最后我觉得还是回归一个人为什么要旅游 我带团的感觉我觉得10个人里面至少有8个人哦 他可能是觉得我就是要脱离 我现在的工作环境 现在的生活环境 我去那边去感受 我跟你说感受那个温度不一样 我都觉得开心了 感受那一阵气 去到其他国家 你会感觉 感觉到连空气的味道可能都不一样 那个湿气也会不一样 真的真的 所以如果你说虚拟旅游哦 到最后我觉得回归是什么 回归到教育 因为虚拟旅游他给你的就是资料跟 他给不到你体验 他只能给到你的就是哦 我知道了多一些东西知识型的 反而比较适合一些老师 用来教育 对对对对 就可能在学校啊 老师在介绍地理的时候啊 不可能带着全班同学讲 我们介绍IG 我们全国的全班同学去IG旅游 是是是 那时候可能虚拟旅游就 对对对 太像用场了 他以教育来说比较对啦 但是真正想要满足人想要去到国外 去体验不一样生活的心态是有点难 尤其是吃那一方面 你怎样看待这个旅游业的前景 你觉得我们的这个旅游业其实才能够复苏 我觉得一定要等整个世界都安稳下来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欧美国家可能他还没有一个 因为他的疫情还没有稳定下来 那他们没有办法有个程序 是他们很有安全感的 那我们其实马来西亚我觉得蛮幸运的 现在我们有阿山哥帮我们管控锁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本地感染哦 已经到了 已经见到个位数 对对对对 个位数或者可能上到十几二十而已啦 最多 那当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那他可以做一个局部封锁的动作 例如说如果这个condo真的有人中 那局部封锁 那日后这就是新常态 但这个新常态大家都适应了了过后 那就有点像什么 可能像我们的骨痛热症 这边中蚊症了 我们就撒 对对对对对 这边中新冠肺炎 对对对对 就有点像 就有点像 那边那可能我也会被他影响 但是当你已经习以为常了过后 就好像我们现在戴口罩 习以为常了过后 你你不会觉得怎样啊 风就风啊 反正安全嘛 现在我们要等他后转 就是等整个世界都有这个安全感 哎OK啦 去那边只要戴好口罩 做好social distancing 那我们也也OK 当这一个想法已经是影响到整个人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有抱着这个安全感 那我们旅游业才会开始复苏 OK这样子最后你有什么话想要跟政府呼吁的 还是对本地的这些观众呼吁的 我比较希望如果真的是对很想要旅游的朋友 虽然我很很希望你们能够响应旅游 但是还是先暂缓一下 我觉得可能暂缓到到九点 你也鼓励大家暂缓先不要去旅游 因为我觉得当当 现在我看到以台湾这个地区为主的话呢 因为他事前就已经做好很多防疫 所以现在在台湾本地旅游 他们可以很安心的旅游 对对对对对对 那我觉得如果马来西亚 我们要本地旅游大家都安心的话 我们一定要做到那个程度 我们进到去 我们大不了量体温消毒一下 所以我觉得想要旅游的你最好等到八九月 八九月 甚至最好是等到我们整个RMCO才开始 然后呼吁一些旅游业者 那你们就一定会撑回来的 在咬紧牙关 对在咬紧牙关 在乐景替代 而且就先做一些其他东西 我看到很多人现在已经转型了 导游转型了过后 我们有时候出来核茶或者之前zoom 怎样你有赚到钱了 好像还比我做导游还要赚 所以有一些已经彻底转型了 所以我就觉得说 就扭暗花明又一春 你可能又找到另外一个春天也不一定 所以这一次这次的新冠疫情 真的是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 真的 我们也是很考验我们的这个能耐 生存下来的这个怎么说呢 技能 对有很多人说 本来2020年是一个好年 他们可能的愿望就是 我要环游世界 对 我要买新车 我要住洋房 真的 然后2020年的愿望就是活着 真的 能活着已经是非常好的事情了 真的因为只有活着你才能 留得青山再 然后你才会 真的真的 是那最后的影片的最后呢 我们也在这里祝福 不只是马来西亚啦 我觉得全世界都好 这个疫苗能够早日研发出来 然后这个病毒能够早日散去 真的 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度过2020年 然后好好的迎接更好的未来这样子 是好最后我们还是非常谢谢佳伦 谢谢冰烟 来我们冰冰有礼做客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个影片的话 就记得按赞分享 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呢 YouTube的朋友呢 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我们下个影片见啦 拜拜 拜拜